法国斗牛犬的魅力 可爱的法国斗牛犬 法国斗牛犬是一种受欢迎的小型犬种 以其独特的外貌和可爱的个性而闻名 本篇概述将详细介绍其历史、起源、外貌特征、性情、护理需求和健康方面 历史和起源 法国斗牛犬起源于19世纪初 由英国的爱好者带到法国 它们与法国本土的犬种 如黑鹤梗和玩具斗牛犬进行交配 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法国斗牛犬 该犬种在巴黎非常受欢迎 因此被赋予了法国斗牛犬的名称 外貌特征 法国斗牛犬身材紧凑而肌肉发达 它们的体重通常在8至14公斤之间 肩高约25至32厘米 独特的面部特征包括短小锤耳 凹陷的鼻子和大儿圆的表情丰富的眼睛 它们有着短尾和密集的短毛 颜色有许多种 包括虎斑色、黄褐色、奶油色和花斑色 性情 法国斗牛犬以其亲切忠诚的个性而闻名 它们友善并喜欢与家人和其他宠物互动 虽然一般来说社交友好 但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个性 有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倾向 它们通常与儿童相处良好 并乐于与整个家庭一起玩耍 护理需求 法国斗牛犬有着精力充沛和活泼的性格 因此需要定期的运动和游戏时间 然而 由于体型较小 应避免过度运动 每天的散步和游戏 有助于消耗它们的能量并防止肥胖 由于它们有短鼻、短面孔 法国斗牛犬对炎热潮湿的天气条件敏感 它们容易中暑 因此在炎热天气下要提供适当的环境 并保持它们凉爽 确保充足的饮水和一个凉爽的休息场所是必要的 健康方面 法国斗牛犬亦患一些遗传性健康问题 其短面孔特征可能导致呼吸困难 为了预防呼吸问题 尤其在炎热天气下 应避免过度运动和兴奋 此外 皮肤问题、过敏、眼部问题和关节疾病是该全种常见的健康问题 定期健康检查、接种疫苗和适当的营养是保持其健康的关键 总结 法国斗牛犬迷人的外貌和亲切的性格使其成为许多家庭中受欢迎的伴侣 然而 了解其独特的外貌特征和健康方面对于提供适当的护理非常重要 适度的运动 定期的健康检查和充满爱心的家庭环境 是确保法国斗牛犬过上幸福健康生活的关键